今天是2024年4月5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学习必然路 第53则 百让也压 垂世 辩解不长 拳击独禄 也就是佛性变一切处 全部的积用都显露出来 处途无知 着着有出生之机 觉悟的人处处都自由自在 不管如何行动 都能有灵活转生的积用 俱下无师 头头有杀人之意 他说的每句话都没有私心 符合大道 每句话都能剿灭众生的妄想 且道 古人毕竟像什么处修歇 四举看 大家说说 古代的城市是如何 获得这样的大修大歇境界呢 我来举一则公案 给大家看看 局 马大师与百丈行刺 见野鸭子飞过 两个落草汉 草里滚 目固做什么 马祖道一和百丈淮海在路上走 看到有野鸭子飞过去了 牛和秦比论道 这两个人都是落草的人 都在草里打滚 他们走路就好好走路 突然看野鸭子干什么呢 大师云是什么 何上何止 这老汉鼻孔也不知 马祖大师问百丈 才实说 你看到什么呢 有 快请评论道 马祖道一自己应该知道 为什么要问别人 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也不知道 百丈云野鸭子 鼻孔已在别人手里 持管共狂 第二勺恶水更毒 百丈说 是野鸭子 牛和客情评论道 百丈城市的鼻子 已经被马祖道一牵着了 百丈城市就像犯人一样 供认了自己的罪障 马祖道一 泼出的第二瓢臭水更恶毒 也就是说 他第二句问话更狠毒 大师云 什么处去也 前见游行后见深 第二回掐桌 第二回淡桌 也何自知 马祖大师问 野鸭子飞哪里去了 明屋客情评论道 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狠毒 马祖道师的第二个问题 大家应该各自领会 自己应该知道 藏云 飞过去也 只管随他后转 当面错过 百丈城市说 已经飞过去了 百丈城市完全被马祖道一的羽脉所转 他错过了当面的残疾 大师碎牛百丈鼻头 父母所生鼻孔 却在别人手里 裂准枪头 裂准鼻孔来也 马祖道一 扭住了百丈城市的鼻孔 游客情评论道 可怜的百丈城市 他父母所生的鼻孔 竟然被马祖道一扭住 马祖道一 调准枪头 扭住了百丈城市的鼻孔 脏座忍痛神 只在这里 还换着野鸭子的吗 还识痛样吗 百丈城市痛得叫起来 游客请评论道 一切感受都发生在当下 你能称之为野鸭子吗 大家还能觉知到痛样吗 大师云和尘飞去 莫满人好 这老汉原来只在鬼库里做活计 马祖道一问 当下的感受和尘飞过去了呢 游客请评论道 马祖道师你不要欺骗人了 马祖道师这个老头子 原来只懂在鬼库里做活计 评刺 正眼观来 却是百丈具阵印 马大师无风起难 用残者的正法之言来看 百丈环海本来就具有佛性阵印 这件事是马大师无风起难 诸人要与佛祖为师 参取百丈 要自救不了 参取马祖道师 你们这些人如果想成为佛陀和祖师的老师 就要参取百丈 禅师的话 如果你们想参取马祖道义的话 连自己也救不了 看他古人二六十中 未尝不在这 不在个里 你们看看古代禅师 一天二十四小时 时时刻刻都活在当下 百丈 灌岁离城 三学该练 主大祭 常化南昌 来清新依附 百丈禅师很早就出家了 灌岁就是年轻的时候 很幼年的时候 他精通 建立学三学 当时 马祖大师正在南昌地区 弘扬禅法 百丈禅师就全心前往 投奔 马祖大师 大祭禅师是 唐献中赐予马祖的 那个嗜好 二十年为侍者 乃至 极致再三 于赫下 方使大悟 百丈才是当马祖大师的侍者 当了二十年 后来再参马祖 被马祖 一赫 才大赦大悟 百丈再参马祖的公案 参见第四一则 黄博传九 其中百丈向黄博 介绍自己再参马祖的一员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看 而今有者道 本无悟处 做过悟门建立此事 如今有些人说 开悟就本来就是骗人的 根本没有开悟 古代的祖师 虚构出开悟的概念 就是为了搞佛教传销 做过悟门建立此事 此事就是搞宗教传销 多那么见解 如狮子身中虫 自食 狮子肉 如果你们具有这样的见解 那就是狮子身上的虫 吃饭扎锅了 我们出家人的饭碗 就被你们砸掉了 不见古人道 缘不深者流不长 智不大者 见不远 若用作建立会 佛法起到如今 大家难道没听到 古代的智者说过 如果冤头不深 水缘如果不深的话 水就没办法留很长的距离 如果智慧不广大 见地也不会高远 如果说佛教的觉悟都是下边的 那佛教能留存到现在吗 看他马大师与百丈行刺 见野鸭子飞过 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 为什么 却那么问 其道他意落在什么处 大家看看 马祖道义与百丈 怀海在路上看到野鸭子 马祖道师难道不认识野鸭子吗 为什么却问百丈是什么 大家说说 马祖道义这样问到底是想干什么 百丈只管随他后走 马祖遂扭他鼻孔 丈忍痛身 百丈可是跟在马祖屁股后面走路 马祖突然转身扭住他的鼻孔 百丈痛得挖挖叫 马祖云 合成飞去 百丈便醒 马祖大师问 野鸭子合成飞走了呢 百丈淮海在马祖道义的画下有所领悟 而今有了错会 才问者便做忍痛声 且喜跳不出 但是如今有些人错误的理解 别人一问他 他就装着很痛苦的样子挖挖叫 这样的人就是在圈套里跳不出来 忠师叫卫人虚卫叫侧 见他不会 不免伤风放手 只要叫他名此事 大忠师帮助学人 必须让他彻底见透彻 但是看到对方不懂 所以免不了要入泥入水 最后手都会碰到锋芒 自己的手都会受伤 也就是说脱泥带水 入泥入水 自己不惜眉毛 对地 大忠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人明白这件事 所以到会则图中受用 不会则四地流布 这句话也是游客行经常说的 所以古代的三师说 如果你懂得成法就能一直受用 如果你不懂就只能随大流 跟着世俗人的见解随波浮沉 马祖当时若不扭住 只呈四地流布 马祖道义当时如果不扭住 百丈三师的鼻子 这件事就跟世俗人的斗嘴 没有什么不同了 就成了四地流布了 也许是逢敬欲援 婉转交归自己 十二师中无空缺处 未知信地明白 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境界 最后都得反攻自行 都得归到自己的内心 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 时时刻刻都打成一片 这样才算得上信地明白 佛性才时时刻刻都会暂显出来 若子一一草父母 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 如果到处向外追求 执着于外境 就像跟着驴子和马的 那些奴仆奴才一样 做这样的事 做这样的事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说那些到寺院里 做近人 做义工的那些居士 不就是像驴子和马一样吗 就像跟着驴子和马的奴仆一样 这样是有什么用处呢 看他马祖百丈 那么用 虽是昭昭凌零 却不住在昭昭凌零处 大家看看马祖和百丈 才时的大吉大用 他们的行为 如行御云流水吧 明明白白 但是他们又没有 执着于这种明明白白的境界 百丈座忍痛生 若那么见句 辩解不长 头头成现 百丈滑海忍不住 哇哇大叫 如果大家也具有 百丈成时这样的见地 遍地都能看到 佛性的显现 一切处都彰显出自己的本性 所以到一处透 千处万处一时透 所以说只要你在某一个境界上 参透了 在其他地方也能随之而透 在每间市场都能见透 马祖四日升堂 仲才聚 仲才及 百丈出 卷阙 拜祭 马祖便下座 归方丈 第二天马祖大师升台说法 大家 刚集合在一起 百丈成时 就走出来把座具卷起来 马祖大师于是便走下讲台 回到方丈去了 赤问百丈 我是来上台卫生说法 而为什么却卷却席 赵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 然后 马祖就问百丈成时 我刚才登台还没有说法 你为什么要把座具卷起来 百丈成时说 我昨天被你把鼻子拧得很疼 昨日向盛处流行 赵云今日鼻头又不痛也 马祖大师问 你昨天在什么地方用心 百丈成时说 我今天鼻子不痛了 祖云 深知今日是 赵乃作礼 却归侍者聊哭 马祖大师说 你已经完全明白今天的事情了 百丈立刻礼拜 马祖大师 回到侍者聊里哭泣 同事侍者问云 哭做什么 赵云去问取和尚 另外一个侍者 跟他同住在一个疗房里 就问他 你为什么痛哭呢 百丈说 你去问马祖大师 侍者 所以去问马祖 祖云去问取他看 侍者 却归聊 问百丈 丈却和和大笑 这个圣人就跑去问马祖大师 马祖大师说 你还是回去问百丈成时吧 这个侍者 就又回到了侍者聊 再问百丈 百丈却哈哈大笑 侍者云 侍来哭 而今为什么却笑 赵云 我侍来哭 如今却笑 这个侍者就说 你刚才还在哭 为什么现在又笑起来了呢 百丈说 我刚才哭 现在笑 看他误后 阿璐璐的 裸拢不住 自然玲珑 大家看看 百丈开悟之后 获得了大自在 谁也拿他没办法 他八面玲珑 自有无碍 雪斗送云 我们来看看雪斗成时的宋 宋野鸭子 成群作对 又有一只 野鸭子 有无可行评论道 到处都是野鸭子 成群作对的 雪斗成时也是一只野鸭子 知何许 用作什么 如麻似素 有多少只野鸭子呢 知何许 你们知道有多少只野鸭子呢 有无可行评论道 其他野鸭子干什么呢 野鸭子非常多 马祖见来 相共语 打个头有什么了期 说个什么 独有马祖 十个郡等 马祖见到这些野鸭子 就开始扯葛藤了 有个后行评论道 马祖这样瞎扯 有什么了的时候 喋喋不休 说个什么 唯有马祖大师 才能识别 那个聪明的人 才能接引 百大这样的千里马 这样的骏马 画进 山云海月晴 东家 勺并长 西家 勺并短 知他打个头 多少 马祖大师的话 如同山间之云 又如同海中之月 在云雾辽耀中 彰显出佛性 有无可行评论道 雪洞测 这样东家 勺子并长 西家 勺子并短 这样瞎扯 干什么呢 这样瞎扯 能成到什么时候呢 以前不会 还飞去 或 莫到他不成 不会言 飞过什么处去 或 莫到他不回言 飞过什么处去 以前不会 还飞去 就是百丈成时 第二次还是不懂 跟第一次一样 只能说 野鸭子飞过去了 勇并课经评论道 或 不要说百丈不懂 野鸭子飞到哪里去了呢 欲飞去 鼻孔在别人手里 已是与他下注脚了也 眼看着成绩 马上就要溜走了 这个欲飞去 就是指成绩 马上就要飞走了 原物客情评论道 只可惜 百丈的鼻孔 被马祖道义 拿在手里 马祖这是在继续 向百丈进行解释 继续向他下注脚 却把住 老婆心戒 更道什么 马祖大师 把住了百丈的鼻孔 你可以理解成 马祖大师 把握住了 这个接引的机会 原物客情评论道 马祖大师太慈悲 许多城市 你还想说什么呢 更道什么 道道 什么道 不可以叫三声道 不可做野鸭子 叫苍天苍天 脚跟下 好语三十八 不知向什么出去 学道常识说 道道 原物客情评论道 什么道道 你不要乱我道 你不要像野鸭子一样 嘎嘎叫个不停 苍天呀 苍天 我要给你们这些人的脚跟下 打三十八 你们还不知道野鸭子 飞到哪里去了 野鸭子就在你们脚跟底下 品唱 学道辟头便送道 野鸭子之何许 其道有多少 学道常识在送文的第一句 就说野鸭子 大家知道有多少吗 大家说说有多少 马祖见来相供与 此送马祖问百丈云 是什么 丈云野鸭子 马祖看到野鸭子 就开始打葛藤了 这句送文就是在解释 马祖问百丈是什么 百丈却回答 说是野鸭子 化尽山云海月情 宋再问百丈什么出去 马祖化尽山云海月情 这句送文是解释 马祖继续问百丈 野鸭子去哪里了 马大师为他意志 自然脱体 百丈以前不会 却倒飞过去也 两重错过 马祖道是为了接引百丈 把自己的旨意 自制的人都彰显出来了 可惜百丈成时还是不会 回答说飞过去了 百丈成时再次都错过了成绩 百丈成时两次都错过了成绩 欲飞去却把住 血道拒款结案 眼看着残疾就要溜走了 马祖赶紧把握住残疾 血道成时通过这句 寄送拒款结案 就是做出最后的总结 右云道道 此次血道转身 血道做什么 做某生道 血道成时最后说道道 这是他灵活转身的地方 大家说说 应该怎么道呢 应该怎么回应呢 助做忍痛身则错 若不做忍痛身 又做某生会 如果你们忍痛哗哗大叫 那样就错了 如果你不哗哗大叫 又能如何去领会呢 血道虽然送的圣庙 真难也跳不出 血道成时的寄送声 写得非常棒 可惜他自己也跳不出这个圈头 感谢观看